原标题 亚当和夏娃生下了两个孩子 大哥竟因极度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大概要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桩谋杀案 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夫妇在阴头时 那经过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后所生育的孩子 该隐是长子亚伯是次子 该隐意味得的意思 该隐作为亚当夫妇的第一个孩子 即人类所生出的第一个人 自然是以重大的 亚当夫妇充满期望与感恩 认为自己有所得 因而给长子取名为该隐 而亚伯的名字却有虚空之意 为何他们生该隐时认为有所得 而生亚伯后却就感到虚空 人们推测他的名字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 该隐的好让他们感到满意 亚当夫妇认为有了该隐就足够了 不需要再生育别的孩子 第二 该隐的行为令他们失望 该隐出生时 亚当夫妇确实是满心欢喜 认为自己有所得 可随着该隐的年龄增长 他恶劣的品情令 亚当夫妇失望 从而对生育儿子的事情不再抱有期望 互给亚伯取名为虚空之意 分析种种原因后人们认为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两个孩子长大后开始从事工作 他们有着不同的工作性质 该隐种地 亚伯牧羊 一日 该隐拿出地理的出产物 作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上帝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的枝油建设 上帝看中了亚伯的公物 于是一道光从天上闪下来 将亚伯的公物烧集 而该隐却没能发现什么 能够证明他的公物被悦纳的表现 于是该隐发怒了 上帝问该隐 你为什么发怒呢 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扶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接受了上帝忠实的教导后 该隐并没有就此悔改 反而继续埋怨上帝的不公和偏心 他将所有的怨恨和嫉妒 都发泄在亚伯身上 并与他起了冲突 该隐因此而被激怒 赌气更有胜 净出手将亚伯杀死了 过后 上帝向该隐询问亚伯的去处 该隐却故作镇定地说 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上帝终于对该隐失望 他告诉该隐他早就知道他的罪过 知晓他的思想和所做的每一件事 他想要给该隐机会 可该隐却选择撒谎隐瞒 于是上帝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 从地里向我哀高的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 那不再给你效力 你比琉璃飘荡在地上 该隐最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他向上帝求饶 我的刑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的 已知不见你灭 我比琉璃飘荡在地上 凡女间我的必杀我 上帝念及她是亚当夫妇的骨肉 再次对她开恩 说道 凡杀该隐的 必遭到七倍 上帝为该隐立下一个记号 避免该隐被充满怒气的人们杀害 于是 该隐离开了这里 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知的 历史上的第一桩杀人案就这样结束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